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crapi的一个吊点 现在是早上的4点半还有一个小时天就会亮 我一般在这个地方都是吊4点半一直到6点钟这个样子吊这边的大嘴 今天我们将开启正式开启今年的水面系列 今天我就带了三只青蛙看看今天有什么大的作为 好 今天的这个第一条拿个油 我快三磅半应该哈这么大啊 来看在这个啊正好是在这个这个桥下面标上来的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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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第二条啊 哎 看这个水域啊 好 好 这个地方 笔巴下面掉的一条 好 很漂亮的一个很漂亮的一条 好 现在这个转站到这个这个外围啊水歇啊 这个就是绕着这个啊 这一沿岸啊扫过去啊 今天的这个水草比较少哈 可能情况稍微的差一点啊 今天的这个呃 天还没亮的时候的这个工薰的亮啊 这个黑色的啊 现在这个天快亮了 我要把它换成一个浅色的 看看他的这个今天能不能建立另外的一些工薰呢 好 现在换最后一只青蛙啊 再从这个原路这个地方再扫一遍啊 扫回去啊 这个青蛙呢 他就是看他这个叫愤怒的这个尾巴啊 主要是这个尾巴 在水下 在水上面那个拍着拍着的 很想哈 那个条度 哎 比这个普通的这个浮水青蛙啊 要要激烈啊 还有一点能够沉水啊 但是也不需要用那个 呃 牵转 好 我再扫一遍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 咱们能建立工薰啊 就是结束我今天的这个战斗 好 现在那个时间也是6点40哈 最后那个拿着我这愤怒的这个青蛙 啊 这个愤怒的青蛙啊 就扯了两杆子啊 有两次这个打水啊 没有啊 没有上来 看 啊 啊 啊 橙色很不错的 两条哈 一个两磅 一个三磅 嗯 大概 好 我也让大家那个看得清楚哈 我的地图上快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芒口公园啊 所在的位置 好 芒口公园这个调点哈 在这里哈 这是蒙特列尔整个大岛哈 我们讲的芒口公园这个调点实际上是整个中国运河的这个如何口的这整个一片的这个水域哈 好 春天和夏天的时候啊 这一条河沟哈 是能找到大嘴 crappy 好 以及狼鱼狗鱼的一个地方啊 这边水域呢 是这个春天啊 又是大嘴缠卵的一个地方哈 然后那个夏天和秋天的时候这边有一些这个荷叶 好 可以找到这个大嘴在这块水域啊 然后呢 我第一条叫的crappy呢 是在这块地方哈 是08年的时候 好 好 这一条河沟呢 是 这边呢 是一个私人的地方 是挺靠这个有庭码头的地方 我们进不去不能掉 如果你有小船的话呢 可以在这个大口下面啊 吊大嘴 以及这个crappy 啊 这条河沟呢 是没有什么 呃 好的太好的这个鱼种啊 啊 这个生出来的 这一个岛啊 是观光旅游和pick league 一个好的一个去处 好 再介绍一下这一块是一个著名的哪些灯塔的一个 吊点是传统近吊大巡鱼 好 大狼女狗鱼 大窝赖这个地方哈 我知道早年著名的我们用来 还有这个脚踩线啊 踩着线 就是脚踩着线啊 钓窝赖那个地方啊 就在这儿啊 就挂活了 现在已经不能再钓了 啊 这一片水域啊 是冬天我们这个传统钓窝赖的一个地方 好 冬天钓快笔和大嘴啊 在这条河沟里面 好 以及这片 这一片这个河沟 这里还有一个小河沟 也可以钓到快笔 啊 呃 还有这个介绍一个哈 蒙特利尔比较大型的一个巴斯比赛 伯克利B1的比赛啊 有时候是在这里地方举行 如果在蒙特利尔的话 就主要是在哪新公园这片地方举行 他有时候会在那个南部的呃 在万里菲尔的那个岛上举行 这个万个公园的这个名字也改了 现在直接改成了这个 那新的这个运河公园 这公园里面呢 关于这个钓鱼的这个规定呢 还跟原来一样 在这里 在这个小小路哈 这个人心道自行车道的三米之类 以及这个建筑物 像这个桥 或者这个Duck之类的啊 它都是十米之类的不让钓鱼 钓鱼证也是必须要的 好我们都知道哈 让加拿大早期繁荣了一个最重要的商品 就是披草贸易 就在我钓鱼的这个小河河边上 就有一个披草贸易的一个博物馆 好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让全世界这个人民 垂涎欲滴的这个披草 到底是哪些呢 我们就把这个皮毛皮槽 皮毛就打成这种包一样的 然后又要出去 这就是这种皮毛皮 和这种皮毛皮 sharing them,the internet of contact